2018年2月5日,唐燕亮相红桥机场,一身休闲装扮的唐燕头战马尾变,青春亮丽,只见他与粉丝说下,不时用护照遮脸,展露甜美笑容。 近日唐燕在社交平台上晒了一张自己的素颜自拍,并且配文刚刚洗完脸。 在照片中,唐燕皮肤看起来白皙光滑,嘴唇粉嫩,十分甜美,素颜还把镜头对这么近,真的是有言任性了。 让网友也忍不住评论到,素颜好甜美,好美的糖,终于等到自拍。 1月7日唐燕发微博分享配音工作完成的喜讯,表示,每天在小屋子呆上十几个小时,历经了整整19天,终于完成了。 还晒了几张配音式的图,在图片电脑前的小桌子上,右边厚厚一叠的尚未配音的台词渐渐被清空,换到了左边已经完成的台词堆里。 据悉,唐燕连续19天的先进工作,是为了给新剧《时间都知道》里的实践,唐燕出演配音。 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,唐燕也曾在微博表示,在你们各种跨年的时候我还在上班。 现在配音工作告一段落,粉丝纷纷兴奋了起来,表示,离间到大美唐燕的时间又进了一步。